就要面对这种狂怒的狮子都感到害怕 可以看见狮子叼起了猎狗 这索猴姿势不是很完美吗 翻着白眼的猎狗有危险了 只要等到他心跳停止 熊狮才停止索猴 场面看起来令人毛不悚然 是不是有点残忍 在一旁观战的母狮始终没有露面 因为熊狮比较坦诚 为了公平正义 他不需要母狮的帮助 从侧面看 足以展现熊狮的强大 可以征服一切强敌 猎狗的心跳停止了 眼睛却还睁着 好像在说 这只是个玩笑 真的不值得 熊狮看了看地上死去的猎狗 一声不吭 转过头 悄悄地离开了 有朋友会问 狮子为什么不肯吃猎狗的尸体 原因有很多 狮子领地的食物链是充足的 而猎狗因为吃的是腐烂的食物 所以味道并不鲜美 猎狗死了只有秃就会吃 幻音刚落 母狮从镜头里跳了出来 这是被猎狗抢劫告发熊狮的那只母狮 盯着猎狗似乎在说 哦 你今天也有这样的命运 你为什么嚣张了 于是母狮绕了一圈 又来找猎狗 他看着猎狗 似乎在问你老婆为什么不来救你 当初你们两个一起抢我的猎物 咬我 问了半天 他也没听到猎狗的回复 原来 猎狗的心脏已经停止了呼吸 没有了气息 母狮转身躲了起来 这时猎狗的妻子四处寻找他的丈夫 但他不知道猎狗已经遭遇危机 他一看眼前的场面 吓了一跳 只见丈夫躺在地上 双脚僵硬 两眼翻白 口吐白目 已经一命呜呼 伤心欲绝的母猎狗 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想上去收尸 但又怕狮子设下陷阱 犹豫不决 围着猎狗的尸体转圈 在举棋不定的思考中 他还是决定上前看一看 转过头刚要上前 眼睛一亮 我的天 敌人真的设下了圈套 差点把母猎狗吓死了 他头也不回的跑了 消失的无影无踪 这一举动让母是笑傻了 看来猎狗是直老虎 不堪一击 这大概是史上最悲催的猎狗了吧 二哥猎狗被地上的狮子咬伤了 二者之间的仇恨不得而知 但是视频中真实的打斗场景 却能用来解释狮子对猎狗的深仇大恨 咬完猎狗之后 狮子舔了舔舌头 好像对地上奄奄一息的猎狗肉不感兴趣 而一旁的母狮则张开了嘴 他也被狮子的暴怒震惊了 昏过去的猎狗又醒了 他摇摇欲坠 仿佛走进了鬼门关 噩梦在线 当猎狗躺在地狱门口时 营要心头的敌人狮子又出现了 漆黑的夜空 让人无法预料的是 猎狗这次被狮子伤得太厉害了 猎狗失去了一只前爪 只能用三条腿走路 更致命的是 他的颈椎断了 走路失去平衡 从夜幕降临到日出 猎狗经历了难以忍受的折磨 深深的仇恨 恶意的攻击 猎狗无论如何也逃不出狮子们的手掌心 被咬后的猎狗吐着血 双眼失明 趴在地上似乎想离开这里 很快猎狗就昏迷不醒 眼睛睁不开 但他可以感觉到恶魔一般的敌人朝这边走来 受惊的猎狗被困在恐惧中 忍着疼痛 想要站起来跑开 但他的三条腿都站起来又倒下了 这是敌人的步伐开始加快 那么他能不这样吃亏吗 猎狗已经面目全非 四肢残缺 只差一口气 挥之不去的敌人 似乎已经杀猴了眼 狮子上来就在猎狗的脊椎要害部位捕刀 然后撕扯暴虐 然后一招杀人所猴 敌人的咬合力是惊人的 他下手也非常的狠 猎狗被锁猴 他已经开始产生幻觉了 他这辈子到底做错了什么 受了这么大的伤 还要一次次晕倒 杀红眼的敌人回头看了一眼 地上血淋淋的猎狗 然后离开了 此时的猎狗就算活下来了 也是一个奇迹 而产生幻觉的猎狗 依然在噩梦中一次次被狮子袭击 一次次倒下 迷离的眼神盯着天上的太阳 一切都是暗淡无光的 还没下地狱的猎狗 被阎王爷踢出了大门 却奇迹般的醒了过来 在敌人的眼皮底下 弱小的猎狗站了起来 太不可思议了 不是吗 他似乎在问自己 我还活着吗 满意的答案是 他还活着 我们大家都看到了 他不是在鬼门关 猎狗高兴地想坐下来 闭上眼睛休息一下 他离鬼门关太近了 他得赶紧离开这里 去自己的快乐天堂 于是猎狗一蹶一拐地走了 这一次猎狗遇到了困难 熊师下手一点都没有留情 将二哥打地落花流水 就在刚才 威武霸气的熊狮正在向前走 因为他闻到了真正的肉香味 走近一看 是草原二哥猎狗正在吃东西 熊狮果断出手 一只贪婪的猎狗 还想带着食物逃跑 却没想到速度上慢了一点 被狮子直接打倒 然后狠狠地在地上撕咬 很快 另外一只狮子也跑了过来 帮助同伴加入了战斗 两头狮子正是巅峰的时期 猎狗没有丝毫还手的力量 被熊狮咬得撕心裂肺 只能默默地忍受 加残忍的是 一只狮子直接将猎狗的大腿咬断了 疼痛让猎狗难以置信 仅仅几秒钟的时间 它就变成了残肺 看着自己的大腿 猎狗知道没有逃跑的可能了 但是现在熊狮还没有掉以轻心 它加将猎狗叼到一处空地上看了起来 此时其他的猎狗已经赶了过来 想要救下自己的同伴 但是却惧怕狮子的力量 只能在附近徘徊 全都不敢上前 熊狮警惕地看着周围 然后狠狠地锁住了猎狗的脖子 没想到猎狗群还敢过来营救 简直就是在挑衅狮子的威严 狮子决定今天当众咬死这只猎狗 让它们明白草原霸主的权威 不是一群猎狗就可以挑衅了 但猎狗在一次上前靠近 狮子觉得自己受到了轻视 于是不再犹豫 直接上前去问候猎狗 猎狗疼得刺牙咧嘴 熊狮却越咬越凶 前来营救的猎狗看见这一幕 吓得转身就饱 本以为可以靠着数量优势 救出自己的同伴 却不小心遇上了狮子 正当壮年的狮子 根本不惧怕猎狗 当着它们的面 就可以杀死猎狗 另外一头狮子已在附近 所以这只狮子有恃无恐 在看附近的猎狗 现在变得犹豫 而且害怕 很显然 现在的猎狗不敢去挑衅狮子 只能不停地发信号 召集自己的同类 它们一个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但是集合过来的猎狗却寥寥无几 然而营救同类却刻不容缓 那只猎狗受伤很久了 现在很危险 从视频里可以看到 猎狗的肚皮 还有轻微的呼吸 但是它们终究没能救了自己的同伴 猎狗窒息而亡 其他的同伴也纷纷不见了踪影 这就是实力为尊的世界 狮子的力量 猎狗根本无法抵挡 狮子出手了 它一口就咬断了小猎狗的脊柱 一时之间猎狗又在瘫倒在地 痛苦的哀嚎着 而他的母亲此事已经顾不上幼崽 只能落荒而逃 先保证自己的生命 面对傲慢的狮子 猎狗想不到阻止悲剧的办法 从画面中可以看出 这头狮子并不是为了猎物而来 残暴的猎杀手段 很显然是一种复仇和发泄 一只猎狗正在看着远方入神 因为那里的狮子正在吃东西 对于猎狗而言 单独的战斗力是没办法和狮子争夺食物的 只有将同类呼唤过来 群起而攻之 才能够有黑吃黑的机会 但很显然他没有准备这样去做 他克制住了内心的贪婪 在原地等待着猎狗 猎狗也很幸运 因为狮子并没有吃完所有的猎物 这个时候猎狗知道自己可以上场了 于是他缓缓走向食物 向四主张望 在确定没有被发现之后 猎狗终于得到了食物 但小心谨慎的他还是东张西望 因为一旦被发现 狮子一定不会放过他 又过了一段时间 睡醒的狮子准备去看一下自己的猎物 但是却发现被偷走了 此时猎狗正在远处 开心的吃着肉 他认为已经安全了 吃饱喝足的猎狗 回到了自己的营地 这里还有他的幼崽在生活 猎狗幼崽正在开心的玩耍 他们不知道的是 灾难正在靠近 一只熊狮正在远处靠近 而猎狗们却对此一无所知 眼见距离只剩几十名远 熊狮开始加速助跑 当母猎狗发现了危险的时候 已经无法躲避 他顾不上自己的幼崽 只能独自逃跑 而两只小猎狗根本没反应过来 被眼前的熊狮瞬间扑倒 狮子疯狂地撕咬着猎狗 甚至一口咬断了猎狗幼崽的脊柱 小猎狗在地上痛苦的呻吟 他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 跑远的母猎狗 这时候心急如焚 他急切地呼唤着同伴 而此时狮子的怒气越来越厉害 对着猎狗幼崽又是一份私咬 此时狮子并不是为了不利而来 只是单纯地为了报仇 向猎狗宣誓着自己的威严 狮子对着他们发出了愤怒的嘶吼 警告着猎狗 如果再敢偷走食物 下次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 狮子傲慢地离开了现场 而失去幼崽的猎狗 只能悲伤在原地伤心 默默地收场 眼前的画面难以置信 这只两条腿走路的猎狗 看上去非常滑稽 但是就有这样一只残疾的猎狗 竟然在非洲草原上存活了大半年 那么它是如何沦落到这样的下场的 这就得问一下草原之王狮子了 事情的一开始是这样的 一头熊狮正在死咬一只水牛 但是血腥味却引来了二哥猎狗 蠢蠢欲动的猎狗开始准备下手 狮子的屁股就暴露在猎狗的眼前 二哥甚至想要先体验一把韬钢的快感 不得不说猎狗的胆子真的很大 作为草原上的熊狮 对于这些跳梁小丑根本不放在眼里 依然专心地吞吐着自己的猎物 但是猎狗不停地上前骚扰熊狮 甚至有些猎狗还要上去 咬一口狮子的尾巴 就这样反反复复消磨着狮子的耐心 这种忽远忽近的挑衅 让狮子非常生气 但是没有填饱肚子 狮子不得不忍气吞声 只有在被咬到的情况下 狮子才会跳出来吓唬一下猎狗 狮子不会离开食物一米之外 很显然 吊虎离山这样的计策对于狮子并不管用 看来这头狮子也是常常跟猎狗打交道 把他们的伎俩摸得一清二楚 随着猎狗越来越过分的举动 熊狮越想越生气 他再也无法忍受这群凡人的家伙 看着熊狮新的动作 所有猎狗都以为对手要反击了 但事实上狮子并没有轻举妄动 他回去召集伙伴了 把狮子赶走以后 猎狗欢快地啃食着抢来的食物 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 熊狮屈辱地放弃食物以后 立即跑到小路边召唤同伴 所谓一只穿云剑 千军万马来相见 狮子还有一个最好的兄弟 他希望兄弟出来跟他一起教训对手 要不然猎狗们实在太过嚣张 何况狮子的呼唤就得到了回应 他匆匆地跑在路上 急匆匆地冲向猎狗 看到这只来势汹汹的狮子 猎狗有些胆怯了 他连忙对着草原之王辩解 刚刚抢你食物的里面没有我 这一切都是误会 但事实上猎狗都长一个样子 咬谁不是咬 还管什么罪捆祸首 想到这里 熊狮连他解释的机会都没有给 直接就咬住了猎狗 接下来的猎狗被活生生咬了两条腿 走起路来只能依靠前肢 那狼狈的模样 看上去反而更加猥琐 对于熊狮强行咬断腿的直动 猎狗显得非常不满 回过头来呲牙咧嘴地叫嚣着 然而狮子可不惯着他这种毛病 马上跑过去追逐他 此时猎狗的两条腿 根本跑不过狮子的四条腿 只能忍受狮子的欺辱 而狮子也没有兴趣吃掉猎狗 于是就这样一直戏耍着猎狗 在熊狮们的教训之下 猎狗跑得飞快 完全不像是已经断了两条腿的样子 你看在草原上 猎狗的适应能力真的很强 仅剩两条腿依然顽强地生存着 然而猎狗的表情却有些不服气 似乎是在质问熊狮 但是狮子根本不在意这些 反而享受着胜利的成果 一直在猎狎后面追逐着 似乎非常喜欢看猎狗两条腿走路 就这样一前一后 两位肉食动无默契地走着 而不远处的猎狗 看到这一幕眼神都呆了 那些不可一世的猎狗 此时非常震撼 他们无法想象失去两条腿的同伴 是如何坚持到现在的 这种场面真的非常少见 而猎狗被咬残之后 他们的族群就将它抛弃了 独自踏上生存之路的猎狗 生活非常艰难 不管是打猎还是自保 这样的状态绝对做不到任何一项 在非洲草原上 食肉动物遍地走 断了两条腿的猎狗 一旦遇上那些疯狂的猎狗 它很难活下来 你看猎狗走在这条小路上多么的艰难 然而它就这样一直往前走 似乎是在寻找食物 似乎又是在发泄自己心中的怨气 它也知道自己的状态不好 但是又能怎么样呢 在艰难小猎狗也要争取活下来